你好 欢迎来到惠心书斋 记得订阅我哦 你的支持是我前进的动力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 Angelina Julie美丽背后的生活 Angelina Julie是好莱坞的顶级女星 被美国评为全球排名第一的美女 她的名字Angelina是意大利语的名字 意思是小天使 Juliet则是法语名字 意思是俊俏 美丽 Angelina果然人如其名 小小年纪就拥有一双勾人的大眼睛 以及那双性感的双唇 但是她原本幸福的童年 却随着父母亲的离婚而结束了 母亲因为憎恨她和父亲长得太像 经常把她关在单独的小房间里 只留给保姆照看 还会动不动就打骂她 这样缺少爱和温暖的生活 让她的性格变得孤傲 叛逆 年少的她 纹身 性生活混乱 以及吸食过多的药物和毒品 也许是命运的眷顾 16岁的Angelina报读了戏剧学院 从此以后 Angelina Julie便开始了自己在好莱坞的征程 1998年 一部《尼上情挑》也叫Gia 让Angelina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金球奖最佳女主角得主 那一年她22岁 2000年 Angelina的《遗魂女郎》获得了第72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奖 以及童年金球奖最佳女配角奖 2001年 古墓丽影中火辣的Laula让Angelina火遍全球 令全世界为她着迷 成为了好莱坞的第一性感女神 据说为了拍这部电影 Angelina接受了英国特种部队的指导 格斗 搏击 武器 瑜伽 样样都没有落下 所以才有了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那些帅气漂亮的打斗动作 2011年12月23日 Angelina首次担任导演的《邪与蜜之地》上映 该片获得了第69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 电影类最佳外语片提名 《邪与蜜之地》这个片名 灵感来自于圣经 在圣经中 以色列是上帝许给的奶与蜜之地 是指这片土地极其丰饶 但是 在1992年开始的波黑战争中 总计有超过十万人丧生 Angelina为了突出战争的残酷性 把奶改写成血字 这部影片既有写实风格的战争场景 也不乏对人性的理性思考 Angelina的演艺生涯一路风生水起 在2009年以2000万美元的片酬 成为了好莱坞片酬最高的女星 她在自己赚钱的同时 也没有忘记回馈社会 从2001年起 她就开始了她和电影生涯一样有名的慈善事业 她在古墓丽影的拍摄期间 从柬埔寨领养了一个孤儿 就是她的长子马多科斯 而且 Angelina是柬埔寨的荣誉公民 此后 她又分别从爱塞俄比亚和越南 领养了一个女儿和儿子 2001年 Angelina捐给了联合国难民署 100万美元 以帮助阿富汗难民 并要求作为志愿者 自费跟随联合国难民署 前往塞拉利昂和坦桑尼亚进行教育之旅 随后又走访了非洲 柬埔寨和巴基斯坦等地 2002年 Angelina Julie被联合国难民署正式任命为亲善大使 2003年10月 Angelina Julie把探访难民营时写的日记 旅行笔记出版 所有的收入都捐给了联合国难民署 同年 Angelina Julie获得了联合国记者协会颁发的世界公民奖 成为第一个获得该奖项的人 之后的每一年 都可以看到 Angelina出现在各种贫民窟 战乱区 难民营和福利宴的身影 她尽自己最大的能力为那些需要的人们带去物资和温暖 甚至将自己收入的三分之一都拿来做慈善 2005年 她创办了两个基金会 一个是以她长子的名义创建的 面向柬埔寨的安慰马多克斯计划 另一个是用来帮助孤儿院儿童的Judy基金 这一年 她被价值杂志评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25位慈善家之一 2006年 她生下了女儿希洛 孩子的照片经拍卖所得410万美元 被捐给一家慈善机构 同年创立了Judy Peter基金会 为全球儿童捐款100万美元 为无国界医生捐助100万美元 2008年 她生下了一对龙凤胎 拍卖照片版权所得的1400万美元 也捐给了慈善机构 2010年 她又捐款100万美元 救助海地地震灾民 2013年 好莱坞授予安杰丽娜朱莉兼 并为她颁发了圣米迦勒及圣乔治勋章 以表彰她为英国的外交政策和战争区域性暴力活动做出的贡献 圣米迦勒及圣乔治勋章是英国荣誉制度中的一种歧视勋章 是英国最高荣誉之一 在安杰丽娜之前 只有3个美国人获得过英国歧视勋章 其中一位是比尔盖茨 疫情爆发后 安杰丽娜向无孩饥饿组织捐款了100万美元 用于帮助因为疫情停学而无法获得学校午餐的孩子 2020年6月4日 安杰丽娜朱莉迎来了45岁生日 她十分同情被跪杀的非裔美国人 George弗洛伊德的遭遇 于是 在她生日的前一天 向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 NAACP法律辩护基金捐赠了20万美元 最近 从来不会经营自己社交媒体的 安杰丽娜朱莉还开通了INZ帐号 仅有的几篇内容也都是为了宣传慈善 前不久 她在法国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女性与疯》项目的养疯人 颁发了证书 肯定女性为全球生态持续所做的贡献 2022年5月 安杰丽娜造访了乌克兰的多个地方 不仅去医院看望了受伤的儿童 还去了残疾儿童和青少年中心 之后 她又前往了火车站 当她和很多难民见面并交谈时 空袭警报拉响了 安杰丽娜不得不暂停了会面 匆忙离开 乘车到了安全地点 近几年 安杰丽娜拍摄电影的数量减少了 走红毯的次数也大大减少了 有人总结说 在难民营看到安杰丽娜朱莉远比在红毯上看到她更容易 安杰丽娜朱莉从黑暗的童年走过 但她没有被黑暗所吞噬 反而为他人带去了光明和温暖 她不仅是女神 更是天使 飞过人间的无常 才懂爱才是宝藏 不管世界变得怎么样 只要有你就会是天堂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别忘了订阅我 你有什么想法 欢迎留言 我们下期见